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召唤恶灵的时候失败了会怎么样 Medicine是一款能让玩家感到心里压力的恐怖解密游戏 以巫术、恶灵为主题 并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体验主角路卡所面对的现实 故事始于我们在一间密室里醒来 门外传来的不是关心 却是急速的追逼 而我们却什么也想不起来 游戏也就此拉开序幕 Medicine的故事幅度算得上是偏小 但小得很精致 合理且有交代 游戏之后PD启发 到处都散发着与PD类似的气氛 但终时该游戏有着不少与PD相同的元素 游玩时的体验还是有所不同 带来的恐惧 压抑也完全不亚于开发团队所敬佩的PD 这里先介绍一下游戏的核心玩法 游玩时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探索收集解密用的关键物品 或是进行推理找出解密的方法 当然这一整个过程你都不会独自面对 游戏内的Jump Scare完全没有再跟你客气 大多数时候都是配上一声巨响 然后直接在你面前表演闪现 虽然是出现的频繁了一点 但好在拿捏妥当 还是能让起来恐怖游戏的玩家去好好的享受 除开Jump Scare 其实环境气氛还是能给予玩家很棒的带路感 尤其是音效带来的那种阴森和不安的感觉 甚至后来直接给你各种视觉上的冲击 像这样去引导玩家的感官 营造出了物质里的恶灵确实存在的印象 除了偶尔让人眼疼的闪烁画面以外 环境所带来的压抑感还是非常到位的 而且游戏的整体设计也非常显眼 这一点我们等等再细说 先说证实 在游戏的初期 其中一个玩家需要随身携带的物品 是一台即时成像相机 在解密时 很多时候需要你额外拍摄一张能用于推进故事 或是取得解密关键物品的照片 这个流程就有点不太顺畅了 有的时候游戏不会明示 你需要对哪个物品 或是哪个方向按下快门键 所以蛮多时候都会玩得 到处对不同的东西乱拍 希望能得到什么对解谜有帮助的提示 说到游戏的谜题 其实是真的有挑战性 为玩家提供的线索 虽然都是符合逻辑 但某些谜题非常考验你的逻辑性 是需要你静下来思考的 每一个谜题所带来的体验都不一样 不会是单纯的把物品从A点带到B点 而且不同周末里的谜题也会稍微的变化 让你就算找攻略 一部分还是需要你自己想办法 游戏开始前可以根据自己的玩法选择难度 如果选择普通难度的话 游戏会给出视觉上的提示 让你更容易得到那些解密时需要的拼图 而困难难度下则完全不会有这种提示 需要更加留意细节 对于偏初心的玩家 可能会为了一个曾经看到过的关键物品 而反复回溯地图好几片 需要留意的一点是 游戏限制主角 至多能同时携带8件物品 扣除掉无法扔掉的相机 相片 笔记本 一次最多也只能携带5件物品 但只要简单分配随身物品的话 几乎就不怎么需要碰到这个保险箱 人物的整体操作手感还是属于流畅的 夺亏了游戏的物理逻辑 在解密的过程中体现出更加自然的互动 收集物品的流程也就不会那么费事 至于相机的操作可以说是比较繁琐 毕竟无论是解密还是保护自己 都得靠手上的这台相机 如果你使用的是PS5手把的话 扎实的自信板机 能让你感到自己就像真的在按快门间一样 当然照相的判定大多时候都挺宽松的 不会像你的女朋友一样要你重拍好几次 操作上唯独镜头摇晃的幅度有点过于猛烈 加上第一人称的视角 非常容易出现3D云 尤其是在拍摄关键护品后的七级大地震 但是呢 游戏看法们现在已经为PC版更新了调整镜头的设定 像是头部摇摆的幅度和手臂的摆动 都可以直接调整 至于PC版以外的玩家可能就还需要再等一等 那除了游戏的核心体验之余 美术风格的设计其实也是一大看点 虽然老实说 应该没有人会在玩恐怖游戏的时候停下脚步来欣赏美景 但也就因为这样 游戏在场景摆设上带出了不俗的感官 怎么说呢 游戏画面本身就很具现实感 光影拿捏也很能体现出恐怖游戏该有的氛围 这一点作为基础 利用我们常见的物品 配上凌乱的摆设 在一丝熟悉感中又有一股微妙的不安 玩起来的心情很忐忑 无论是游戏的哪一个阶段 所带来的视觉体验都很丰富有趣 特别是一些无意间的小剧场 以可玩性来说 解谜的部分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由于游戏不会引导你去取得解谜的关键 很多时候会忽略掉那些重要的线索 导致不管你怎么拼 这一块拼图都不能成型 好在传达恐惧感这一点做得很棒 一面体验你肾上限速所带来的刺激 一面冷静的思考谜题 也是心理恐怖游戏的乐趣 游戏同时提供了一些收集品 在没有参考攻略为前提 想要在第一次通关 就把全部集齐是极度困难的 因为有的收集品只会在特定区域出现 加上游戏没有手动存档或读档的功能 一旦错过就别想回去 此外还有DLC内容 为玩家的相机提供各种外观皮肤 如你所见也是真的有皮肤哦 除非你想支持游戏的开发 不然以上的外观皮肤并不会改变视觉以外的游戏体验 游戏时长大约是6至7小时左右 售价为34.99美金 推荐给对恐怖解明有兴趣 或是对自己的逻辑有信心的玩家 可以尝试在有特价优惠的时候入手这款游戏 好啦 这一期的评测就到这里 若是有任何感想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我是黑白史莱姆 我们下期再见